洗碗 刷厕所 在开灯 开冷气 每天从睁眼开始 一切生活起居 无一不仰赖大量的水电资源 三个年轻人合租家庭室两房一厅 就是希望能节省开销 我们大概一个人的话 水费一个月大概200 然后电费的话一个人大概700 因为我现在是住家庭室 但以前如果是在外面住那种 就是跟房东住的话 他们可能电费会算什么5度或5.5度 然后水费通常外面的租物 好像都是用包的 但是如果住家庭是要分开算 所以水费当然就是比较便宜 生活日用能省就省 毕竟负担电价真的好吃力 但说起台湾便宜大碗的水费 人人都说赞 用水起来在台湾是蛮自在的 因为洗澡女生 所以有的时候时间会耗比较长 对就差不多是20到30分钟左右 因为30分钟应该算是用水量蛮长的时间 可是这个用水量蛮长的时间 但好像水费的话 好像也不至于到非常的高消费 台湾水费实在有够划算 但虽然降雨丰沛 却受限于山多平原少 有八成水源不是蒸发 就是直奔大海 水资源管理 丝毫没有挥霍的本钱 109年台湾每人每天平均的用水量是289公升 其中又以台北市的338公升为最高 而现行的水费计价方式是以度为单位 一度等于1000公升 累进费率从7到12元不等 水用的越多 水费单价也就越高 台湾每度水费平均下来仅仅11元 等于一个10元硬币 就能买到约一顿的自来水 低于韩国的18元 甚至只有日本的三分之一 超平移水价在全球倒数第二滴 但在全球缺水国家之中 台湾却排名第18 形成强烈反差 今年农历年后 民生还有工业的限水 其实都让大家非常有感 但是在五六月的时候 瞬间的暴雨 让台湾很多水库都在短短几周之内 就完全的住满了 那甚至台北市还创下了 有史以来最大的食雨量 209每小时 所以可以看到在气候变迁之下 其实水资源的管理 在未来会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台湾自来水公司 已长达27年未调整水价 每年造成约17亿亏损 2019年底长期借款 已达741亿元 过度便宜的水价 也容易造成民众 无法养成节约的习惯 让水费合理化 是朝野不分党派 难得的共识 在台北市呢 它在10元以下的现行费率 是200度以下 那200度占了多少呢 占了99.4% 换言之我们觉得 水费集聚的不合理 会造成一般家庭的用水 跟商业营业的用水 在使用的度数上 跟费率上没有区隔 根据水利署调查 每月用水超过上万度的 有五大产业 包括石化 造纸 光电 电子 以及钢铁业 立法院早在2016年 就三读通过水利法 要征收耗水费 水利署最初规划 征收门槛是1000度以上 近期却倾向改为1万度 但相关配套改了再改 却迟迟没有真正实施 每次我们都是用道德的诉说 在讲节约用水 节约用水 但是有没有真正去节约到 如果有一个不同的 坡价的一个水价 我相信也可以用政策去带动 老百姓真正达到 节约用水的政策 水利署表示 目前对于水价调整 仍在评估当中 但今年初的缺水之苦 仍历历在目 极端气候 势必让干旱程度更加严重 对于水资源的节约制度 实在没有更多时间能蹉跎 TVBS新闻李伟华顾尚军 台北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 News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用手机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使